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手腕 大家能看到 这个手掌呢 它很精致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指甲做的很精致 没错 它在现实生活中也挺精致的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分析一个手腕 首先这个手腕最大的一个特点 大家应该能看到 就是这个大拇指底部这里发黑 大家能看到吧 发黑说明什么问题呢 肠胃不好 大家记住 大拇指底部这里代表的是你的肚子 如果是女性的话 也可以代表这个子宫 肠胃 男性的话就是膀胱 肾 肠胃 这里发黑 发黑说明什么问题 发黑说明它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公寒 它如实的反馈也是 每次来月经都特别特别疼 所以呢 这也就导致了它 每次都是被折磨的必须要吃止痛药 所以这跟它的这个公寒有很大关系 像这种公寒来说的话呢 最好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个中医 好好的去理调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指缝 这个指缝也还行 存款文也有 他就是这个命主呢 他平常呢 也就喜欢买一些化妆品啊 然后把自己查办的精致一些 然后除此之外呢 也确实没有什么乱花钱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三大主线 大家能看到啊 三大主线形成了一个川子文 形成了一个川子文 川子文呢 就说明这个人 他的这个行动力非常非常强 那么呢 之前给大家讲过好多次 好的川子文 要配合好的视野线 太阳线好不好都无所谓 但视野线一定要好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太阳线 太阳线就是这个无名指下方的这一条线啊 如果如果这个太阳线长得不好 只是说明贵人员差一点啊 如果太阳线能长得更好 那就是一个加分项 当川子文的人 他行动力特别强 就是说干就干 打个比方 哎 你去找这个有川子文的人 找他合伙 他只要一听 哎 行 这个事能干 然后合计合计 第二天立马给你答复啊 能干 直接上手就干 他们非常爽快 所以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行动力 所以呢 这个贵人员 哪怕差一点 没关系 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奋斗 来走出困难啊 像如果说他穿 他这个川子文长得再好一点啊 川子文配合 这个太阳线长得再好一点 就说明川 川子文的人 在这个事业上遇见困难的时候啊 然后会有这个贵人出现 帮他解决问题 这种的话 就属于更好了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他这个事业线 这个事业线呢 实际上长得不是很好啊 大家能看到 事业线只长到这里 这后半段呢 基本上没有啊 然后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强调一下 后半段 没有事业线 并不代表 就没事业 明白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天文 包括也可以参考一下生命线啊 然后达到这种共摊啊 然后其次呢 他的这个生命线啊 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能看到 就好多地方都比较发黑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长文的主人呢 因为他现在还年轻 所以说可能感情不到啥 实际上这种黑碟比较多啊 确实就说明 他身体里面有一些气血瘀质啊 中医的角度讲 就叫气血瘀质 所以呢 像这种手啊呢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身体啊 就包括包括大家这个女性同志啊 也可以对照自己的手腕看一下 如果发现自己的手肘上 黑黑色的点比较多 或者是成片成片的 那尤其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